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网友 大家好 又是呂志华声音杂志里面 就是《华歌好好聊》的时段 过去大家都见到 我在《华歌好好聊》里面 访问过很多不同的艺人 包括了杨明、金国卫、小站姐 以及方丽盈 今天我身边大家见不见到 这位是英俊小生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哪位 就是唐文龙 志愿哥你好 幸会 幸会 我认识唐文龙 原因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小站姐介绍我们两个相识 我们不是不打不相识 而是没有打过都相识 文龙兄 我首先知道你 听说文龙兄 有六个腹肌 很强的 不同我 我很散弱 我想问你 其实你是否一直都有练功夫 一直 又不是很小的 其实我也是回到香港 发展之后才开始练 二十多年都有 我想问你是学哪个门派的 我学洪拳和泳春 洪拳就是林世荣的水 即是王菲洪的 王菲洪施尊的水 很厉害 泳春那边 刚才强师傅 他的太师公是严敏先生的 很厉害 你跟着师傅 不但名门正宗 也很出名 师尊是厉害 我的师傅也很厉害 我厉害不厉害 就不敢说了 总之 练习武 强身健体 修身 我想问一下你 你练习武功夫的原因 你是因为想将来做武打明星 还是你本身想练习武功夫后 切管受徒 其实不是切管受徒 说真的 二十多岁 就是二十多年前 第一 对于武功夫有好奇 第二 有一个机缘 学红拳来说 我当时拍了一个向先生 他们当时的电视剧 叫《红希冠》 我是要认识苦学相应拳 但是一个不懂功夫的我 我当时二十多岁 未到三十岁 也未进前公司 TVB 怎样呢 有个朋友介绍了我 有个师傅 他教红拳 你可以跟他学的 其实本来 本应我就是跟 这个嘉辉哥 刘嘉辉先生 没错 但嘉辉哥 以我理解 他当时很忙碌于拍戏 他没有空教我 他介绍了一个 在红拳界 一个很出名的师傅 因为很低调 我结果去了那个师傅 就是张义强师傅 就教我这个红拳 我一来就学苦学相应 其实一开始学苦学相应 很辛苦 因为他太复杂了 他招式又长又多 我没有学过基础的 譬如说梅花拳 五营 没有基础的根底 去学 就等于你做主持人 你连基础的 或者说话都不流畅 对时事又不理解 对经济又不理解 什么都不理解 叫你这样说 你很辛苦 在当时的我 就是面对这个挑战 但我也很努力 亦相对年轻 所以尽量学了 亦拍了红器官 亦还可以 但后来我拍完之后 我还有个兴趣 我就找回我师傅 又继续练 现在你有没有每天 都继续练功夫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入了 当时有一段期间 我在TVB 99年到06、07年 我都是TVB 之后我离开了TVB 但那段期间 我反而少念 之后我离开TVB 我反而时间多了 我又找回我的 章艺强师傅 鸿权师傅 我继续练 又重复之前的东西 很多都忘记了 因为你一旦 生疏了 生疏了 这个世界 你不用就没有了 You don't use it, you lose it 这是英文的说法 所以重复练 然后练练练 我师傅又觉得 我也是勤力 不是玩玩耍 和尊师重道 他就教我 其实已经不修徒弟很多年了 他很友善地教我 阿文龙 我认识你 就发现到 你真的很厉害 可以说是周身刀 张张刀 张张利 为什么呢 除了他练练功夫之外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翻查一下他的资料 都知道 原来他以前 最初来说 是那些时装设计师 然后 他就入了无线 拍电视剧 在拍电视剧之前 我记得 你是不是歌手 是的 是歌手 他也是歌手 然后拍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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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选择时装设计 去读呢 其实 我当时 我是 商系进修 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是喜欢科学 我又喜欢设计 是 当时 我是在读化学 即是我是修化学的 chemistry 同样地 我是修设计 我是修计环保景观设计 是环保景观设计 其实我当时 已经有一个 所谓的 环保的概念 但是环保和女妆设计 好像 有点奇怪 没关系 但因为我学校 没有时装设计 环保景观设计 其实里面 也有一个 民族服装设计的系列 所以 民族的服装 用手 去做些 藤術 去泵边泵一些东西 其实我当时 很厉害 我们学校是专教这些东西 非洲的藤術 土耳其 秘鲁 甚至乎 我们中国的藤術 其实是很强的 我学了很多东西 但是很坦白 你时装设计 如果我真的想学 你懂这些东西 没有什么用 不是没有用 是当时不太用 我后来就转到柳异 去读时装设计 去读时装设计的一间学校 就专攻了时装设计 为什么我会读时装设计 其中一个原因 只是我爸爸和我祖父 都是做裁缝的 哦 是样服的 爸爸做样服 基因遗传 我爸爸真的画画很漂亮 我看他好像是小学 小学毕业 但中学毕业 他画画很漂亮 他画毛笔 那当时我祖父也是一位教授 他在上海 他跟一些当时的苏联佬去做西装 苏联的西装是很漂亮的 手工、讲究 那当时你是想继承他们的事业 又不是 因为我计不计成 我爸爸跟我说 你学还学 你不要学男装 为什么 因为男装的变化不大 到现在 近十几年 二十年到十多年 变化开始大 但你始终男性的服装世界 近一百年来说 其实都是停留在西装 套装 长衣 短衣 你外套 即是女性的市场大 女性可以千马行空 对不对 你要做就做女装 你不要做男装 女装的手工方法 因为女性的身形 它立体化很多 所以你的讲究 分寸 是要学的 现在来说 你已经读完之后 好像我看到 你是跟着工作方面 和这方面没有关系 那你会不会生疏了 现在还记不记得 如何做那件女服 记得 但一定差了很多 但是 你以为 现在要我去做 一套小装 用手做 然后用衣车 我跟你说一定是很浪费时间 但是以前懂得懂的 懂得不懂 我们那间学校 不是只可以画画公仔 就行 不是的 我没有太多香港人 不只是画公仔不好 因為画公仔很重要 但是你说 我们真的要用布料 去担任衣服 慢慢用立體方法去包住一個公仔 去做一些設計性的動勢出來 之後再去畫一些線在上面 然後畫好一些線 然後放平它,然後再裁紙樣出來 類似上我師傅幫女性做的 對,但我們就在公仔上做 另外的方法就是平面,就是用紙樣 從零開始在紙上畫紙樣 你會想像紙樣到時會變成布 我再裁好它,它會變成這樣的形狀 紙樣開始做起,我們都學了 你學了這些門的手藝 但其後工作方面一直沒有用 你覺不覺得好像很浪費? 說真的,我其實有用過 我做過設計師,我做過兩三年 我才轉行,入行做歌手唱歌 所以你說浪費,其實有點浪費 但後來我也想做,但我唱歌 我想問,一直都奇怪 很多人認識唐文龍 都以為他是藝員,是無線藝員 我相信不是那麼多人知道你是唱歌的 為何你唱唱歌突然又尊重藝員 我當時加入了一間公司叫華星 華星本身是直屬無線電視台的一個唱片公司 他當時也非常有名氣 當時機緣巧合,總之我入了華星 但無奈在我入了華星之後 華星有人事變動 當時我入了兩年多,不到三年 是翻天覆地變動 大家如果想翻查的話,你們的確可以翻查到 你上網或是上網問人知道 我絕對沒有說謊,我不太喜歡說謊 總之就是唱片在華星出了一支 在那兩三年裡面,因為我出了一支唱片 吃什麼呢?要交租,要租房子 要生活的,我就去了台灣 我當時的經理公司就簽了我去台灣的經理人公司 那間公司也很扶持我 幫我出了三支唱片 在三年裡面 在台灣出國語歌 很幸運 台灣的經理人,劉慧慈小姐 那間公司叫雙傳 十傳十美的雙傳 他很幫助我,而且真的很推薦我 當時我出了三支唱片 第一支,其中一支是賣了二十多萬支 哇,我覺得很多 很厲害 後來你又不繼續在台灣發展 其實也是一個機緣的情況 因為香港那邊找我拍電影 台灣那邊也希望繼續在唱片方面發展 歌曲的方言發展 兩邊他們相對都需要我這個人 兩邊就開始要求我的旗 兩邊我也有些不討好 那時候我二十多歲 其實我是一條雲 你叫我去哪裡去哪裡 我不太明白其他事情 結果呢 再加上 因為唱到 在這個基礎下 翻版 導版就出現了 翻版 VCD DVD CD 出現了 亦令唱片業開始難做 在當時的我 台灣來說 其實基礎已經踏見了 因為香港那邊要回我的人 所以他們之間又產生了一個矛盾 結果我沒有做到台灣 即是你選擇之下 你放棄了台灣 其實不是我選擇 其實是那個形勢選擇了我 所以我就回香港拍戲 拍戲但無奈 拍戲結果翻版很厲害 結果我 再加上我那時候的經營公司 他們都沒有什麼 無心亂戰 他們都不想做 我們當時的我都沒有三十歲 那時候我又是一條雲 不知道怎麼辦 那真的要 自己要去謀生去找工作 所以因此剛巧有個機緣 就是有人介紹我去拍那個 向先生的《紅喜冠》 有一部電影叫《絕地滄朗》 同期間 97、98、99年之間 那兩部電影我拍了 都是向先生的當時公司 叫《永成音像》 他們用了我 既然你這樣問 我值得提 希望你不要剪 就是 我要多謝一個人叫Rose Rose Rose 是一個從外國回來的 當時是在一間大公司做的 總之是 其實他在杜奇峰先生的公司做的 銀河那邊 其實他和我沒有什麼瓜葛 但他和我對話 他就推介了我 給向先生那邊去做的電視劇 所以我一直都想多謝他 即是得與貴人嗎 其實我沒有再遇到他 我也二十多年 二十年沒有見到他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裡 作何方 但我真的想多謝他 如果他看好這段視頻 可能他會找回來 即是他的朋友看到 是的 我想問 你拍電影 為何你入了無線去做這些電視劇呢 我告訴你 因為我拍完那兩個 紅兄官和絕地滄朗 向先生那兩部電視劇之後 其實我又不知怎麽算 在那段期間 因為收入都是 我沒有經驗來公司 其實當時我有的 當時我又簽了另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是 陳志強先生的公司 叫JC Group 簽了那段期間 因為始終公司入大 和我們新人 算是算新人 有很多事情 又不懂 我不知怎麽去 交路 扯三尾 所以很多事情 不是怪誰 我只是說 因此事業會很被動 我跟了當時JC Group的其中一個宣傳主管 我問我可不可以幫我討論TVB 因為始終TVB是一個 大的機構 才是無敵 不是需要很多人 結果公司的高層幫我討論TVB 因此在1999年我便入了TVB 在TVB拍攝很多劇集 你最滿意的是哪一套劇集 其實很多部我都覺得頗滿意 唐心風暴 唐心風暴已經很厚了 唐心風暴已經是這五年前拍的 差不多 六年前拍的五年前上了 有一定性的迴響 我都很感激 我很感激觀眾對我的接受 還有很感激 當然TVB再次願意和我合作 給我機會 但我更加很... 但你說其他的 其實我之前拍的二十年前 《妙想人心》 《十二初五的月光》 和芷華拍的《洞督神探》 然後《梅小青姐姐監製》的《絕世好巴》 其實我拍了不少是幾當年大家會喜歡的電視劇 我也有拍的 你說滿意 其實我每一次都很用心去做 觀眾對我滿意是更加重要的 其實我喜歡的是《絕世好巴》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我做了一個書呆子 我整個人的演繹方式和現在不一樣 和我一直的演法都不一樣 你說《十二初五的月光》 當時的我就是傲骨 年青 有一股骨氣 在我來說是不難演的 但後期譬如說《情勢緝絲檔案》 很少看那部戲 因為那部戲是小的製作 其實裏面我所演的 我很喜歡 但那部戲的聲音是很小的 所以我經常覺得一個藝人 一個演員也好歌手也好 他喜歡自己的作品和觀眾接受 其實未必是兩回事 這是很難說的 好,接下來有一段時間 我們的觀眾 在電視書看不到你的樣子 其實那段時間你去了哪裏 我未轉行 開了小輪 哈哈哈哈 去了內地發展 去了內地發展 十幾年 你內地最主要是拍劇 拍劇 拍劇,有少許電影 電視劇 近這五六年 就參與網上的工作 即是網上電影和網上劇 是 好了,很多藝人 我知道 他們經歷過一段時間 即是累積了一段經驗 在影視圈經歷過一段時間之後 很多都會退出影視圈 然後從商 也是很多成功的例子 文龍牙想問你 在這段時間 你有沒有想過是做生意的 有 亦都做了 亦都正在做 是做哪一行 其實有 譬如說 在灣仔 我們開了一間日本餐館 在灣仔 亦都開了一間日本餐館 那為何你不用你本身所學 做時裝設計方面 你開一些時裝店舖 或者是跟這方面有關的事業務呢 有 其實我十幾二十年前 我當時還在TVB 當時做過時裝設計 我們在香港也開過小店舖 例如在利市、百里等情況 但我們主要是出口去歐洲、德國 當時做得不錯 但無論是非典出現 所以生意也是很難做 所以經濟當然不理想 我們後來沒有堅持下去 所以時裝設計 其實現在我心裡 還有一股懷念和激情 但是要看有沒有機會 再遇到這樣的機會 因為你現在做時裝設計 始終要由廠家回收你 還有你要做什麼市場 究竟是指向什麼市場 還有現在網上的銷售感這麼強 你做實體店 究竟是租的 你怎樣去頂它 所以要考慮到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你也是做過生意 也做過不同的行業 如飲食業 或者時裝設計 你覺得在香港的營商環境 現在來說 你覺得還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其實現在香港的營商環境 有機會 有機會 無論這幾年發生的很多變動 經濟現在會慢慢復甦 所以這個是需要需要時間 我覺得這個世界永遠有危 有危機的 機會永遠都會出現 即是去飆牙去膜牙 還有租金我相信比以前便宜了 肯定便宜了很多 因為真的不容易出現 我覺得如果肯去做 我覺得也是可以做的 好啊 我想問你 未來你的動向是怎樣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的網友說一下 未來來說繼續拍攝 始終最喜歡是拍劇 我也做了這麼多年 不是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是我飛車 因為我有練飄移 車的飄移 很危險的 不是在街上做的 是煩法的 大家千萬不要做 是在一個飄移場 或者跑道去練習 在香港來說 以我理解 以前一直都是犯法的 好像這一兩年 我聽說可能有飄移場 可能香港政府 豁了一些空地出來 去專門做飄移的練習 但在內地來說 其實內地、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有一個正規的飄移的訓練場 你玩了很久了 又不是 我玩了 說真的 你可以說是玩了六年 但這幾年 因為疫情 很多情況 根本不能練習 所以我停頓了三年多 但是很喜歡的 最後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是從事過很多不同的行業 也是剛才聽你所說 經歷過很多 你覺得你自己的人生 回想過去 你對你的人生 感覺到是無悔 還是覺得始終有一些遺憾 可能自己有些願望 都未能達到呢 很難去無悔 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情 我都想做 又未有機會做到 又未有本事去做到 所以絕對有悔 所以我還是堅持努力 今天我們很開心 找到文龍和我們聊天 時間差不多了 我希望下次文龍 我知道你快要回內地發展 你回來的時候 記得給我電話 我們再聊聊天南地北的事情 可能聊聊其他不同方面的事情 好嗎 下次見 拜拜 拜拜